這個蘇議員的選區未來是非常激烈 現在的李玉玲委員 黃敬平市議員 現在要參選蘇議員 也要投入參選 像陳學勝的中立那個選區 目前所知道吳志陽也要回來選 魯明哲前市長也要選 所以這個大吉會不會變成大凶 這也是剛才那個概念 這個要看起來 那國民黨贏民很大 但是贏民在後面 也有一些潛在的風險存在 孟凱你這次初選爭議也很大 我用爭議兩個字 孟大哥你不要計較 有人說你頂端說說 有的人好久不見 看到寒流又跑出來了 我當然知道你在講誰 這句話我所知道 被你影射的某人生態很發生 OK你怎麼看你回應之前 這個錢這個總統我傅米嫂 羅志強有一句話我常引用 他說選舉勝負是生存之爭 意識形態是理念之爭 因為說理念 你說你說你 我說我的 生存之爭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的鬥爭 真的黨內的選舉有時候激烈程度 可能比你們跟民進黨對陣 還來得更兇險 怎麼看又會不會再一次輪到羅志強 講說是你死我活的 那贏的人也已經斷手斷腳了 真的投入大選也未必佔盡優勢 你要觀察跟回應 其實我觀察了解 就是說我現在黨內也是在初選 其實在黨內初選來講 我秉持就是絕對不要口出惡言 確實 可是你都很兇 我沒有很兇 絕對沒有很兇 因為說實在話 現在的初選也好 或說將來的大選也好 我們的對手 不要說對手 就是競爭者比賽 但是他不是對手 真正決定的是民眾 不管說現在是用全民調 不管是三成黨員投票 七成民調 或是將來的投票 票票入櫃 其實都是民眾決定 民意代表的一個去留 所以我剛剛某種程度上 是認同沈大佬的一個講法 雖然我自己認為 我是國民黨36歲新生代 我在2016年國民黨在野之後 才加入國民黨 並且為黨捍衛辯護打仗 但是我也從來不奢求說 國民黨你一定愛說 拿名我 我絕對沒有 因為我只認為是說 我的努力一點一度 一步一開始 民眾會看得怎麼樣 如果說民眾覺得說 孟凱你講得不錯 你適合這個位置 你留下來 他就會用民意來決定 你留下來 如果說民眾覺得是說 孟凱你不適合這個位置 這個選區不需要你 你就會被淘汰 很自然而然 所以絕對沒有誰欠誰 自己的路自己拼 民意代表也是如此 你要代表民意 那個地方的民意 你能夠接地氣 你能夠了解民意 不管你幾歲都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 因為我講多了 人家會覺得說 我可能在眼射誰 但是我真的沒有 我只是講是說 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現在民意已經 就是認為是說 這個人不適合了 那你要再回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再重新論述說 為什麼現在回來是合適的 這沒有任何人 或是說就像2016年 那個時候國民黨大敗的時候 國民黨這些老面孔 如果說2020年要再回來的話 那你一定要思考是說 怎麼樣告訴大家 2016年的失敗 不是因為大環境不好 一句大環境不好很簡單 但是四年之後大環境變好了 大家只是討厭民進黨 沒有喜歡國民黨 那你怎麼告訴大家 是說國民黨不一樣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那這一點是我想議員也好 或說我也好 就是說在這幾年 我們持續做的 為什麼 我們要上節目辯護 為什麼我有些時候 有一些綠的節目我也去上 一打五一打六 你以為我吃飽太多 偷皮疙瘩 你要不要一打五一打六 你以為我沒有感情嗎 你以為我不是玻璃心嗎 某種程度上 我也會不舒服 但是為什麼還是持續 當然第一 因為這些節目 國民黨沒有要去 那我去的話 我有舞台 那第二個部分 我也是站在這個位置上 為黨變化為黨捍衛 我也希望讓我們的民眾看到 是說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 還是有個新希望 所以我自己我定位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這樣的發言 我想我從頭到尾不講 什麼世代交替 世代傳承 世代提息 我不講這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 還是讓民眾來看 那回過頭來 我只是補充簡單一點點 就是說王洪輝這個事件 我昨天有特別在 最後記者會的時候 我有過去送話 這個是我用行動 以個人的身份 我去給王洪輝議員 王洪輝發言人一個溫暖 因為我跟他 還有李明賢都是 在野之後的發言人 所以站在發言人回陣線 我要給他溫暖 但是我也必須講 黨部在這一次的提名作業 沒有任何不公 這一點是兩個脫節 我想希望觀眾朋友 可以聽清楚我的話 我是給王洪輝議員 發言人溫暖 因為我認為說 他因為黨初選 要辭掉發言人 這件事情我很不捨 因為我覺得是說 沒有必要那麼大動作 發言人你好不容易 過去兩年多為黨捍衛辯護 那你現在要辭掉發言人 我覺得很不捨 可是黨部的提名作業 沒有任何不公 因為我們本來在2月的時候 就講得很清楚 現任立委的選區都 第一階段提名 換句話講是說 現任立委 你有沒有人要跟你參加初選 不管是我們議員這邊的 這個呂毅林委員的選區 或是費鴻泰委員選區 有人要初選 或是像現在蔣萬安 李彥秀 可能沒有人初選 這都是第一階段 那既然如此第一階段 大家早就知道 只是說現在真意的是說 第一階段到底什麼時候 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上個禮拜六 公佈了第一階段 確實時間點訂出來 可能有人覺得早 有人覺得晚 不管怎麼樣 他都是第一階段 那既然遊戲規則出來了 大家就是各憑本事好好努力 我覺得這一點 還是回過頭來 我一該開始發言的一個立即 民眾來決定 人民做主 民眾認為你適合 你就當這個角色 民眾認為你不適合 平仔翁 你就是四年後再過來 就是這麼簡單 OK 我們現場有資深的 沈目雄沈醫師 那沈醫師對後進是非常提醒的 像我常常講一些 羅西莎 沈醫師幾乎都會讓我 暢快所言 我想他還展現一個 一個很成熟的資深的 政治評論者的那個胸襟 其實我個人對於說 你既然這樣講 我就要講 好 你說 我首先我不同意羅志強的講法 說什麼這個勝敗與否 是生死之爭的 對 用選舉式 選舉生物式 你死我活之爭 如果你抱這個態度 去從政的話 你感到 你這世人 沒老就生老了 還會爹命 OK 聖經不是講過嗎 如果賠上自己的生命 那又值得嗎 不值得的 我覺得羅志強離開馬英九以後 是變聰明了 但是講這句話 我不同意 OK 還有我認為孟凱去送花 這個我也不同意 因為他先講黨部沒有不公 黨部沒有不公 王宏偉做這個動作 你頂多就是不靠近 你去送花的話 人家會說 你這個是發言人聯盟 還是挑戰者聯盟 因為他在挑戰 王宏偉也在挑戰 會給人家做各種 你就是你曝光了 你送花你就曝光了 這個我覺得要是我我也不會 那你看我選了五次 包括我若選那一次 每次選舉我從來不覺得 這是生死之爭 如果這是生死之爭 太不值得了 太痛苦了 而且頭兩三次 我甚至覺得我的票實在夠多 我甚至提倡 比如說大家來配票 把票分給別人 我甚至不出去走動 因為我走動我票會上去 要有這種胸襟的這種態度 你看看今天看起來 沒有80歲的年紀 但是把他看成生死爭 太不值得了 OK 就是不跟人家爭 所以永保青春活力 永遠是小孩生 審父熊 審醫師 我對於年齡在政治裡面 事實上我認為 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很喜歡大陸的談話性節目 有一句話很有名 他說使唐生成為唐生的 不是經書 是他走的那條取經的路 我對政治人物 從來不看他的學歷 也不看他多資深 我要看你為老百姓 奮鬥過哪些事情 就是那條取經之路 世綺 怎麼看國民黨的 這個看起來贏民很大 但是很多人來參與 一不小心 當然像審醫師也譬如說 什麼生死之爭 太恐怖 可是真的一不小心 那我也叫他撞破人 你的觀察 的確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現在各個選區 看起來都參選要爆炸的樣子 就是說大家覺得 氣勢很好 好像每個人都蠻有希望的 所以大家想要投入選戰的 比例就蠻高的 這的確有可能會變成 這個自家人細強的那個鬥爭 就是難免沒辦法 有初選就一定會這個樣子 可是我覺得看起來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的初選機制 立委提名的部分 倒是沒有什麼太嚴重的失誤啊 就是說第一階段有現任的 有現任的立委的區域都是第一階段提名 我覺得那個邏輯好像也沒錯啊 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他們在那麼艱困的狀態底下上一次能夠選上 那表示說這些立委恐怕經營基層也是有他們一套 那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作為第一階段提名的區域 而且的區域而已喔 就是你還是可以投入初選啊 那如果你今天要決定投入初選 然後我要搶攻這個區域 你不會是今天睡覺起來才突然夢到的嗎 才突然想到這樣 你總是會有這個過去累積的經營基層的經驗嘛 我是說對於新人來說 所以我覺得很難說他不公 那可是這些新人心裡面一定會覺得時間更長 給我多一點時間努力我就可以更好 可是時間永遠不會夠的啦 時間永遠不會夠的啦 所以你作為黨 我相信他們一定得是要定一個時間 不然怎麼辦又一直拖拖拖拖拖到什麼時候的 對 所以我覺得規則定出來了 大家就是各憑本事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王議員的訴求我看起來是有一點奇怪啦 就是他可能覺得也是時間不夠的努力 但是我覺得他當議員也當了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表現也非常好啊 我覺得他那個選區的經營的選民 應該會給他一個評價吧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反應激烈的程度有一些太 過了一點 對 好像稍微超過了一點 OK 陳醫師 我最後一個問題蠻有趣的說 表面上看起來很像年輕的時代 在挑戰比較資深的時代 可是有人說 這不是這麼簡單的 後面有國民黨的流派之爭 這個代表韓國瑜啦 那個可能是朱立倫的人 那個可能是吳敦議的人 然後您認為這樣子的觀察是很刻薄 還是說也有他某種言之 成立的地方 陳醫師 代表流派我當然承認他是存在的 他老闆也會挺他嘛 而且同一個流派裡頭也避免出現一個以上嘛 所以大家各相讓一下說我的流派已經有人了 那別的流派我沒辦法 我覺得這個是很自然的現象 但是年輕人以這個資深的為挑戰的藉口 這個也是很自然的 因為這個是很明顯很好講的理由嘛 但是不見得成立 OK 不見得成立 但你認為說流派之爭是也言之成立啦 這可能現有 來 施錫請坐 我補充一點點 就是說其實這個資深的 他如果經營的不好 他如果不是夠認真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會 就是你在不管是在初選或是大選 其實選民都會分辨得出來 你說有沒有老將掉的 有啊 譬如說民進黨在大安的議員 夠不夠資深 夠資深啊 那也會掉啊 也就是說 我覺得 文山經美也是 對 我覺得就是 選民其實都會有一個判斷的標準 所以倒也不需要一直強調說那個時間 剛剛士奇舉的例子 那是多席次 多席次 現在是單一席次 那這個是單一席次 我要補充 就是其實有城鄉差距 你知道嗎 在我們平鎮龍潭地區 什麼樣叫做認真 如果純粹跑紅白喜事 跑地方活動 就叫做認真 那今天我們在評斷一個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們用這樣子來評斷立法委員 他是認真的嗎 是 我們應該要看的就是 他的職務到底是什麼 他在他的職務上表現得如何 我覺得這個是關鍵 因為台北這種首善之都 跟我們龍潭平鎮鄉下 可能還有點不一樣 對不對 如果老百姓的認知 或者你黨部的認知是 你只要人民認同 可是人民的認同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跑得夠勤快 我有看到你 你就是很好的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這一點我會不同意 那你就說你很遺憾出生在龍潭跟平鎮 你剛才講的那段話 其實傷了你們的想法 我想你應該怎麼講 你應該講其他各方面的表現 比如說素養 當然重要 但是你不能在這個場合 對 去忽蔑人家跑場 沒有沒有沒有 你忽蔑人家跑場 你有完的嘛 沒有沒有沒有 我自己跑得很奇怪 你也跑啊對不對 我跑得很奇怪 我的意思是說 你除了要對人民負責之外 你黨部 我一直在強調 你黨部也要有一個機制 那你做的是立法委員 所以你在立法委員 你的表現 你是不是 你對法案的審查能力 你對法案的審查 你對立法的一些表現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表現 等一下 這個是做不到的啦 我跟你講你進去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的立法院 全世界的先進國家 美國的黨部也沒有在評鑑 他的黨員 他的立法委員 根本沒有 對啦當然 孟凱三秒鐘給做結論 我也同意你講 所以說我一直強調 就是說民眾來決定 民眾 因為如果說又讓 決定權又在黨的話 那可能又會覺得 有人說有人有關係 對 我不是說決定權在黨 簡單補充一個 就是說剛剛我們也有提到 我們下面標題有講到 韓流啦 其實我一直認為說韓國瑜 大家絕對不用想說過度消費 因為剛剛沈大老講一個重點 就是韓流是因為他是一個浪潮 現在趁風而上 當然是大家都希望能夠搭上韓流 那我也認為說韓國瑜 能力越強責任越大 他的肩膀應該是扛得起來 這些浪潮 也因此呢 即使他沒有選 還是我認為他在2020年的角色 絕對只會多不會少 OK 非常謝謝四位精彩語堂 還有特別真的把沈富雄 沈醫師請來了 很多人說你這個主持人 到底未來你要投國民黨投民進黨 要投國民黨誰 民進黨是誰 其實我的回答是這樣 這朱靖伊 是一個大陸清平化家一句話 說我沒心沒肺 是因為當初我曾經掏心掏肺的結果 沒有答案的 OK 這個青蛙王子說 為了找到真正的王子 我必須不斷的親吻青蛙 為了國家進步 親吻青蛙 幫我們找到一個好的國家領導人 好的待遇事 還是有必要的 我順便已經通知我家 一段註言 謝謝明明同時間 明明再見 謝謝 明明再見